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能就是所謂這個雄徒壯士 太過於遠大 再加上這個人力成本 並沒有做充分的一個掌握 2008年金融海嘯 是不少人心中的痛 古約翰當時就是第一個 喊書台股跌破八千點 下探七字頭的外資分析師 當時政府找他喝咖啡 股民對他一片咒罵 但後來台股甚至一路跌到 四千多點才止跌 過去任職金管輝主委的 立委曾明忠也與這位台灣先生 多次打交道 當時股市有波動 他可以提出專業的意見 或者專業的說法跟評估 比如說他也提到 整個股市的交易制度 要尊重市場機制 也另外能夠盡量 國際化跟國際接軌 那這一部分我過去 在我今晚會之內做了很多 曾經見證台股風光與興衰 古約翰撐得上市外資圈指標任務 如今宣布退休迎接他的是 海泳 跳水 越野腳踏車等極限運動 繼續他的人生挑戰 三立新聞 許志雄 六亞文 台北報導